比毛球跟乒乓球相比 运动量要大一些 而且运动中的损伤也会偏多 对于我们一些已经患了心脑血管疾病 甚至包括一些血糖 血压 没有控制的一些病人 那么还是要酌情参加 不要一次比较大量的运动 导致我们心脏疾病的一些发作 毛球这个运动 它其实是小球里面球速最快的运动 对于上下跑动左右移动的要求很高 所以对于膝关节 踝关节 以及肩关节它的压力都相对比较大 每年受伤的人群也是不少 所以一开始如果没有特别好 体育运动的人群 我们还是建议从比较小量 或者说一些比较休闲的这种打法开始 在夏天因为体育这个过程中 体液流失会比较多 所以一定要做好这种 水和电解质的补充情况 四五十岁的这种中年人 如果在进行这个羽毛球运动的时候 特别容易出现的另外一个伤害 就是根肩的断裂 在这个上场之前的一个热身 这个热身运动能够充分地 把我们的肌肉和神经之间的 这种偶合性的有效地激发出来 其实我是特别希望 全国的传感都应该免费让医生进入 因为您是在谋福利 还是生在场 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 特别好 好主意 好主意